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来啊欢迎来到明路阵线 那么这一集我们要说一个一直以来都令人觉得挺重要的一件事情 什么事呢 其实我相信啊大家一定也会有这样的怀疑啊什么怀疑 那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他的老婆 为什么是一个东欧人 进一步的讲他为什么是一个斯拉夫人 就是这一点有没有想过梅拉尼亚他到底是什么神分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是很好奇的 就是按照所谓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话来讲 他们认为这个斯拉夫人是比较的啊 就是说啊 这个这个的那是比是是比较呲是比较呲的 比较呲的那么 尤其像川普这样的红脖子怎么会取一个东欧的牛啊 而且西方女人啊很多自诩为高贵 他们很喜欢叫东欧的女人 叫他们为贱人啊什么你个乌克兰贱人啊 你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婊子 你个南斯拉夫婊子怎么样 就是会这样会说这种这种话 那么川普为什么会和来次一个东欧小国 斯洛文尼亚啊 卢布尔亚纳附近的啊 这么一个啊 所谓的超模跟他结婚 照道理川普啊 找这样的妞容玩一玩就得了 因为像美国环球小姐选美大赛都是他川普办的 很多电视真人秀都是川普投资的啊 你能说出来的一些耳熟能详的一些节目 呃 其实这件事情一直以来 我相信也是大家心中的一个迷雾 那么这两天 这个迷雾逐渐的揭开了面纱 那么也证明了说 为什么川普看到俄罗斯 就像老鼠看到猫一样的 而且普京总是说过 啊 也有很多人讲说 普京会玩死 啊 这个川普 呃 关于还有一个所谓的通俄门这个事情 还有川普对俄罗斯的 这个立场跟感情 难道仅仅是因为俄罗斯是个白人国家吗 对吧 在川普的概念当中 好像对所有白人国家都是挺凶的 但唯独对俄罗斯啊 是比较 松懈的 难道是因为他崇拜普京吗 也许他真的崇拜普京 那么这两天在俄罗斯啊 一频道 呃 主持人啊 在现场播放了 呃 川普 就是美国第一副的 梅拉尼亚的 这个 一些裸照 啊 我们我们在这里 因为他的一些道德审查 我们要用预照 他的一些预照 啊 被 被爆出来了 川卓非常暴露啊 非常性感 啊 非常火辣辣的 那么这些照片 俄罗斯是怎么获得的 俄罗斯为什么 要曝光梅拉尼亚的照片 啊 视频 而作为大炮筒子 一点就着的 美国现任总统 川普 啊 他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个事情又很反常 有好多网友叫我来说说看这个事情 其实我也想说这个事情 而且一直以来 我也是有这个迷雾的 那么我现在可以给出一个结论啊 我个人认为 这些个照片 应该是梅拉尼亚 自己提供给俄罗斯的 而梅拉尼亚的身份 非常有可能 是一名俄罗斯情报部门的燕子 什么叫做燕子啊 呃 燕子其实是两层意思 在谍报系统当中 一种就是称为 就是说 是 这个谍报机构 用的这个使得这个美人计 的这些女间谍 在国共内战的时期 呃 戴利不是特别喜欢培养这些美女间谍吗 啊 他自己干 啊 干了以后 然后在 这个 搞到这个 啊 内部 也搞到外部 啊 当然培养这些 用美人计的这些女 女间谍 就世界上面有一种女人 她跟男人睡觉 不是为了钱 也不是啊 为了爱 而是为了完成 啊 组织交代的任务 所以这个事情 大家知道吧 就是真的会有这么一种生物的 就是我们讲 就是说 人家讲女博士是什么 就 人有三种性别 男 人 女人 和女博士 就是说女博士是另外一种性格 对吧 这个我相信大家读高校 我们平常受过高等教育的网友 都知道我在说什么 什么叫男的 女的 女博士 那么同样的呀 那么 其实这里面还要再分为一种 啊 那就是 就是这个女间谍 女特工 所以说呢 燕子 一个就是代指这种 那么第二种 就第二层意思 偏向于中国这边的说法 燕子是 是是是是什么 燕子就是 单线联系的 谍报人员 你不知道这个人 他是谁 他的真实底细 但是他在给你下达命令 下达任务 而你不知道他的上级是谁 是哪个部门 谁 要来下达这个命令的 所以就往往对这样的人 就称为燕子 啊 所以说 这是一个一语双关的一个词 那么梅拉尼亚 我高度认为 他可能就是个燕子 大家要知道 还记得2016年的时候 我记得 就是奥巴马啊 这个驱逐了35名外交人员 其中里面有几个 就是俄罗斯美女间间谍 啊 而且这些美女间谍 在美国大量窃取 美国军方 军工复合体的大量的 这些信息 啊 材料 对吧 而且你要别忘了 俄罗斯的这个谍报能力是很强的 包括近期 啊 有一个特点 就但凡 俄罗斯的一些高官 啊 到中国来 对吧 中国可能一些高官 啊 就会落马 其中之前那个农业部长 据小道消息传出来 他就是 跟西方 在密切合作一些 这些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一些事情 然后被俄罗斯在他们西方农业啊系统当中内部的谍报人员给发现了 然后俄罗斯就告诉了中国 啊 所以这件事情是正儿发明的 那 大家也都知道 以前有个爱沙尼亚的一个一个高级军官啊 对吧 叫赫曼啊 叫西蒙赫曼 他就是爱沙尼亚的这个 这个军事高层 然后也是爱沙尼亚驻北约的军事高层 啊 大量的向俄罗斯洩灭了北约导弹防御系统的这件事情 啊 就是当年不是闹得很凶 啊 北约导弹防御系统吧 俄罗斯说要对等报复 怎么怎么样嘛 是吧 如果你美国啊 在波兰等地部署 反倒 那么俄罗斯将在加里宁格勒 部署进攻性的武器 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些情报 俄罗斯为什么会知道 而且很详细的 就是因为这个爱沙尼亚这个谍报能力员 啊 向俄罗斯透露这些消息 啊 那么 俄罗斯 你看在西班牙 之前有个俄罗斯的一个叛逃士兵 他杀了自己的同胞 普京就是有能力 他妈的在西班牙一个不起眼的一个隐姓埋名的这个家伙在那边的一个小镇 直接把他给干掉了 对吧 在俄罗斯一些寡头逃到英国去 逃到世界各地 哪怕在以色列都会被俄罗斯给干掉 啊 然后 还有一个 啊 像以前这个托洛斯基逃到这个墨西哥 撒林也能派叠宝那边把他给干掉 也就是说其实英国的所谓007 神通广大 007其实真实的 真实的原型并不是什么英国 当然 他在描绘英国军情六处 但真正牛逼的是 这些故事的主人公 派了这么牛逼 应该就是俄罗斯的谍报人员 俄罗斯的这些特工 他们应该才是真正的 有这个能力的 所以说俄罗斯他的这个情报 培训是非常专业的 那 而且他们 其 狭狭就是大量喜欢培养这些美女间谍 这些美女间谍 他们的首要目的 就是去勾引西方的这些国际政要 而这些美女间谍 会被俄罗斯 给包装 啊 包装成什么 知名的女企业家呀 知名的超模啊 啊 知名的什么 主要就是以模特为主 啊 然后去 勾搭这些西方的这些政要 名人 然后呢 成为他们的妻子 然后就基本上 就是就是大量的这个 卸入这个机密 来给俄罗斯 所以这一点 俄罗斯他培养这些燕子 他这个水平是相当高的 这些美女间谍 啊 用美人计 就去搞这些西方的这些政府高官 那川普之前不是在俄罗斯 是吧 也在搞淫乱 什么黄金圣圣水 就是让女的在他脸上撒尿 然后就搞这些淫乱的这些事情 听说啊 都有这个录像带在俄罗斯手里面 然后他妻子啊 也是的啊 大量的这个 这个掌握了这个川普的动向 告诉这个俄罗斯 所以大家这次有没有发现 有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个梅兰尼亚 不想当第一夫呢 他想远离这个白宫 因为可能啊 川普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或者说 梅兰尼亚他想避嫌 或者说 总之或者说他已经暴露了 或者说他暴露或半暴露 或者有的人不说心知肚明 反正他不进白宫 他不想住在白宫 就是想 有可能是想避这个邪 但要知道 他们这个级别的人 事出反常必有妖 所以说呢 俄罗斯怎么能够搞到 他的那些那么斯敏的照片 和那些视频 特别骚 我个人感觉 应该是这个梅兰尼亚泄露的 给他们看 拿自己 让俄罗斯来放 为自己祖国奉献力量 放出来以后 去羞辱这个川普 所以说 这样的事情 包括很多 有的人说 中国那个邓文迪 是谍报人员 我个人也是高度深信不疑的 我认为邓文迪 也是中国的特工特务 谍报人员 因为他们这些女人 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他们冷静的可怕 是训练有素的 进行这个陆节上训练 心灵上这些训练 所以说 他们面对这些老头 丑男 这些货色 他们还能够 这样含情默默的 进行衍生杀 这个 我个人认为 确实是他们这个系统的 这个谍报人员 厉害的 那么有的人说 斯洛文尼亚人 为什么给俄罗斯人 做谍报人员 大家要知道 包括你说这些 爱沙尼亚人 这很多国家 都是前苏联国家 或者说前社会主义国家 最主要有一个原因 是这些国家 他们 斯洛文尼亚 也是斯拉夫人 南 就斯拉夫人 会为西斯拉夫人 就波兰 捷克 斯洛伐克 这叫西斯拉夫人 俄罗斯 乌克兰的白俄罗斯人 叫东斯拉夫人 南斯拉夫人 就是以前的 斯洛文尼亚 克罗蒂亚 塞维亚 包括这个 这个马其顿 这个部分 当然马其顿就是马其顿 但是他部分 在这里生活的 还有一个就是 二巴尼亚人 二巴尼亚人 不是斯拉夫人 那么还有这里面 还就是波黑 波斯尼亚和黑塞格维纳 这一片 全是斯拉夫人 所以说有的人 他可能就说 就是说你 你这个成功了 被选到了 对吧 有证据他可能是 泛斯拉夫主义者呢 所以说这里面 很多事情是特别复杂的 但是从目前来看 种种迹象和蛛丝马迹表明 我认为梅拉尼亚 就是俄罗斯谍报系统的 一名燕子 这个可能性是达到了 95%了 所以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反正俄罗斯肯定是能够拿捏住川普的 百分百 而且现在普京每天工作重心就是特别军事行动 别的什么都不管 所以说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各位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